大家好 月季的月斑病是很常见的一种病害 尤其是我们的养护环境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那么我们为了给它做一防 一般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每天给它剪一剪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呢 因为月斑病它刚刚开始的时候 发展不是很多的时候 是不用担心的 大家看像这种的话 我们只需要每天给它剪一剪就可以了 因为它发展的不多 我们不需要给它用药 每天都给它剪掉这种发黄的叶片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的养护环境通风不是很好的话 除了每天给它剪一剪之外 最好给它使用一些杀菌药 比如说像这种甲鸡疗菌磷作为预防 大概十天给它喷洒一次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喷洒整颗植株的底部 上面有花的话 我们就不要喷洒到这些花朵 避免这些花朵出现肥害 导致它提前掉落 当然了如果说这些叶斑发展的比较快的话 我们每天给它剪是完全不足以的 尤其是有一些花友养的比较多月季的话 每天给它剪的话可能就划不来 就需要给它使用多一点药物 大概十天或者是一个星期来给它喷洒一次 这样的话才起到更好的效果 如果说它发展的比较慢 只需要每天给它剪一刀就可以了 好了这就是给月季预防一般病的一点小技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没错